人生總會面臨一種問題 那就是 兩個女孩子之間 我該選誰? 大家好 歡迎回到JL的賽馬頻道 我是JL 最近有幾位觀眾問我 玉姐和蘿莉之間 JL到底會選誰呢? 又或者說 綠色惡魔 和同聲院之間 JL到底又會選誰呢? 所以今天 JL就要帶大家過來分析分析 到底玉姐 還是蘿莉 是綠色惡魔 還是同聲院 誰比較好用 那麼首先 我就先放一放我 自己做出來的 兩個人的 數據表啦 其實觀眾們 在看這個數據表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 誰比較好用了吧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從數據表上來看 大概就是 訓練效果加成這一塊 會比較注重一些 那如果是兩張資源 都是零突破的話 兩張所帶的回復量 體力消耗 初期加成能力值幾乎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 綠色惡魔多了5點的羈絆 那麼接下來我們說一說 資源效果 就和我剛剛所說的 零突破的 綠色惡魔 和同聲院 效果大致相同 只是多了5點羈絆 但是 一突破的 綠色惡魔 就已經提升了5%的訓練效果了 而 滿突破的同聲院的訓練效果 會比0或1突破的綠色惡魔還要好用 所以2突破的綠色惡魔 將會超越滿突破的同聲院 接下來就來介紹兩位小姐姐的技能 首先是綠色惡魔的技能 Concentration 觸發延遲減少 集中力 觸發延遲減少一樣 第三個是續盤 賽馬良在後撤的時候 不容易感到疲憊 第四個 Shippo Agari 中盤發動技能越多 就越加速 我們從這個技能表上來看 綠色惡魔所給予的技能 多數都是加速的技能 接下來是同聲院的技能 第一個 如果沒有與自己相同作戰的馬娘的話 自己的速度會增加 這個看起來 沒有很大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後盤時 debuff追馬的速度 第三個就是後盤發動了三個技能後 將會恢復耐力 最後一個是續盤時 debuff 討馬的耐力 同學院有兩個debuff的技能 如果是主練debuff的玩家的話 或許他所給的技能就會相當適合的 這樣相比下來如果是想要加速技能的話 就選擇綠色惡魔 如果是想要debuff別的馬娘的跑法的話 可以考慮同聲院 接下來是特殊事件的解說 首先當然還是綠色惡魔 與綠色惡魔總共會有五次優惠 約會的第二次和第四次將會致病 合計下來加上其他的事件的話 將會恢復八次的體力 八次的心情 我的瑪雅一直保持好心情 都是靠他的啊 還有綠色惡魔差不多會給87個技能點 當然這是分開給的 不是一次過就給你87 然後是同聲院的特殊事件 和他也是會有五次的約會 但是和綠色惡魔相比 約會的四次五次並不會恢復 合計所有的特殊事件 你的體力將會恢復五次 心情恢復七次 這就開始要看出他與綠色惡魔的區別了 可是這並不代表他不好用 或是不需要帶他 帶他還是會有好處的 他會給你多兩百多點的技能點 足夠讓你學多一個技能了 這樣看下來 如果你是擁有一位滿足破的同聲院的話 然後不小心又外出了一個綠秘書 滿突破的同聲院會比零突破的綠色惡魔好用許多 而且如果你是想要用綠色惡魔來代替同聲院的話 建議你將綠色惡魔提升至少二突破 這樣一來就會比滿突破的同聲院還要強力 但是這樣的話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要 課多少抽多少的資源卡 才能升到二突破的 雖然滿突破的同聲院是會比較好用 但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缺點 那就是你一直揪不到他約會啊 我之前就是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說 就算打完了UIA決賽 他都還是沒有跟同聲院約會過 不知道是他非還是同聲院不想見他 可是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綠色惡魔的約會事件會比同聲院出現的還要找許多 所以綠色惡魔和同聲院我覺得大家都已經決定好 要帶哪一隻了吧 如果還是遲遲下不了決定的話 那就趕緊來到GEL娘公會 這裡將會幫你解決一切大小事 包括配對、借卡、借馬娘 歡迎大家能夠來到我的公會裡 我們一起成為躺贏的Tlanet醬吧 我是GEL 是你們帶我躺贏啊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